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解放军正在开始动员了 动员学习314海战 这是南海舰队 解放军南海舰队学这个314海战 其实就是要收复南海岛礁了 这个南海舰队近期开展大规模学习动员 314海战历史和战斗精神 这个当前南海局势 现在看咱们几期节目谈了 中方已经是下定决心准备动手了 这个时候搅局者菲律宾和他背后的美国 应该得到这个明确信号了 咱们314海战 官方报道看 南海舰队这次学习主要题是 学习战斗英雄弘扬战斗精神 中国与越南打这场海战 让中国收复了南海六道交 菲律宾现在占八个 等于是填补中国对南沙实控的空白了 而且奠定南沙群岛战略格局 所以这一场战斗非常关键 那今年314海战36周年既不是逢五也不逢十 你纪念他就说明中国今年准备要收回八个 南海舰队这个时候大张旗鼓的宣传纪念活动 学习显然是与当前菲律宾在南海不断挑衅有关 他在勾结外部势力啊 所以说呢 息息相关这相关的情报 也就是说中方收复八个以后 美国人可能啊 真的就没有立足之地的在南海 他只能回到菲律宾这个岛上 咱们说他如果一旦占了这个南海各个岛礁 抵近的话 中国在南海那基本上就被人破功了嘛 根据南海舰队官方账号公布的消息上 学习官兵不仅包括驻守在南海岛礁的基地上的官兵 还包括多艘我军海军南海舰队战舰上的官兵 就是说其中呢 甚至包括山东号航母 我觉得这个已经坐实了 山东航母 咱们总算是要找他们人开刀 练练身手了 这菲律宾人 不开眼吧 咱们说其中的山东号航母 这是令人惊讶的 广泛性令人惊讶 他上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这事儿就是要拿回岛礁了 那这次学习背景呢 是就是南海治海治海拳嘛 我先拿治公权才有治海拳嘛 所以去年到现在 菲律宾在仁海礁 黄云岛不断挑衅中国主权的时候 咱们一直忍让克制 结果菲律宾不但是 这个连续的继续挑衅 而且是不死心的勾结 美国人现在看 要准备开发中国南海资源了 那南海搞起这种引狼入室 中国绝不能同意 未来如果让美国公司进来 中国绝不能到那一步啊 就是说完了就不能让美国人进来 那美国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 经常在南海举行各种军演 咱们也看到了啊 但是你看这航母一直沿着九端线跑 他也不敢进来啊 所以说白了中国啊 非常我觉得已经非常硬了 美国人已经赶到了 他这个菲律宾呢 找一帮狐朋狗友盟友 一起搞损与自交航行 但是所有的航行呢 都在中国坚持之下 那进入今年菲律宾呢 更猖獗 他口头美国对他说 重申共同 美非共同防疫条约有效 还派了B-52 而且呢 沿着环玉岛附近的九端线航行 展示对我南海基地和舰船武力威慑 到目前的螺丝炮航母啊 这个仍然在文莱附近活动啊 而且菲律宾方面也开始啊 这个开放持枪标准了 咱们讲过 所以菲律宾在南海方向开第一枪可能性更大 所以咱们纪念314海战啊 这个纪念学习 提醒广大官兵啊 军事斗争啊 准备要来了 这个非常明显 之前咱们中国人非常不容忧 就是那个吊脚楼啊 对吧 就在海上建 我觉得那个已经算是 这个啊 那一代人吧 算是奉献了 但我们我们这一代人啊 要完成他们的啊 这个没有完成的任务 收复祖国的这些岛礁 我们这一代人要完成这任务 而不是说啊 咱比上一代人过得好了 我们就躺在这个功劳部上就呆着了 不是的 上一代人那个啊 这个咱们说这个啊 冒死守住这个 你难道现在就要守啊 还还要守吗 你不能守了 你得去夺回来啊 据说这个小马斯啊 不接受中方的这个啊 这个一些方案啊 这个九端线方案以后呢 据说菲律宾做了个民调 八成菲律宾公民啊 菲律宾民众说 不反对对中国动物 那看来就是要打了 啊 这小马斯是啊 这个 不接受中方十段线 划定领土分界 然后呢 中方以十段线协商基础情况下 啊 他不禁沟通了 所以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方斌也说了 啊 中国很早就 早就对南海诸岛进行啊 发现命名开发了 管辖了 二战后呢 战败 然后日本战败 然后呢 中国就失控了 啊 48年当时中国啊 就已经是 抛出了九端线了 而且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中方的关键词是基于历史事实 说白了 这个背后啊 无论是 就中国在这个南海的历史积淀 包括长期的人文活动 这些都是都 就包括西班牙 他如果说啊 那这个 菲律宾说 那找历史我找西班牙 你最早也能只能找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吧 但他还在怎么找历史 这二位都找不过中国 长啊 对吧 历史积淀你没有中国长啊 就你回去找美国人更没戏 美国国家才200年 对吧 想想这是道理吧 所以这里的背后实际是什么呢 实际是从宋元明 一直到现在 咱们一直有联系啊 对那 一直控制呢 等于是中国这个 就说白了 你回去找你的殖民者 找西班牙你都没戏 菲律宾人叫个西班牙西班牙姓氏啊 挺有意思啊 这帮人挺有意思 从海上撕绘之路 对吧 这些高附加值商品销网 欧亚多地 都是 包括朝贡体系都是 包括元朝 对吧 这个郭守镜 进行的四海测验 南海地点 也就是在黄云岛 说白了 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控制区 渔区啊 对吧 中国历史记忆里边呢 你再追什么西班牙 追美国殖民啊 都没有意义 都没有意义 都没有中国远 咱们不谈历史 咱们说专属经济区概念啊 等等 现代的这个概念主张 这与中国在南海长期主张啊 这个好像说冲突啊 但中非存在协商处理空间呢 对吧 那既然你认为这个空间存在冲突呢 咱们可以协商啊 存在南海资源 这个共同开发的可能性啊 对吧 但是这个如果菲律宾强调啊 单方面操作 对吧 然后呢 他一直穿的这个东盟啊 倒一个单方面南海行为 存在 就抛弃中国啊 单搞一个 实际就把中国排除在外 你变成个敌人 那这种单方面搞 中方是必须要强制手段来进行处置了 对吧 这个可能这个中国啊 这个水炮啊 只是对一个警告 可能他还没有意识到啊 问题 日本是基于对华的地缘关系啊 他一定是要在这牟利的啊 一定要反对中国的啊 美国呢 美国现在在巴探群岛控制巴掌海峡啊 现在看啊 想的想法挺好啊 但日本和菲律宾和美国在南海这种搅局 包括这个马塞马斯又跑到澳大利亚 对吧 又把澳大利亚拉进来 破坏这个中非的默契等等 这一系列其实改变了 改变不了任何 因为这个这个南海 中国现在是绝对控制啊 中国数年 过去数年整个行动是非常非常克制 中国接下来可能就不这么 克制了 如果你进一步推所谓的分 分裂中国对吧 在台海 然后继续的在南海搞这个损害中国利益 比如你在这开采石油 那么我觉得中国可能就开始动手了 菲律宾媒体去年12月10号的 十少进营的1200多受访者的民调 77受访者表示 外部冲突突然爆发会保卫国家 言语上就是自我认为 实际他们有能力保卫国家 说往往实际是认知是有差别的 就是他没能力 菲律宾人其实没这个能力保卫国家 他也认为中国人和他们一样 还在用那个路加手机呢 或者用那个他们那种APP呢 是吧 错 中国人都不玩那个了 连VR眼镜中国人都不玩了 77%的受访者表示 愿意为菲律宾而战 这个比例呢不能称得上高 但具体到战时77%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会选择行动 这是问号 但是你要明白 这些人其实 这个没有考虑到什么现实 就是在这个菲律宾 现在这种挑衅情况下 他是没有外援的 中国也不可能去入侵菲律宾领土 他说的可能就是在菲律宾国内作战 但是你要在海上打仗 可绝不是你的 这些拿着步枪的这些菲律宾老百姓 能解决问题 你得能下到海里面 这海军可不是一般国家能玩得起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 不管是菲律宾 现在怎么一直坚决 他没能力 他没能力 而现在没能力的一个人 现在拼命的在挑衅 看到了吧 我觉得中国就该出手时就出手 千万不要惯着 咱们这个314海战 我觉得现在看 当时收六个岛 这次八个岛 咱们等于是要收回南海的 这些岛礁以后 基本就断了美国人在南海 进九段线这个机会 然而周边某国当局 并不甘心他们在华阳礁的失败 1988年3月14日 一场更严峻的武装冲突开始了 3月14日早晨 周霞将我高高飘扬在赤瓜礁礁盘上的五星红旗 映照的分外壮丽 这时由我502编队派出的手礁分队 站在齐腰身的海水里 以守卫的礁盘 七点多钟 周边某国武装船 HQ604605和登陆舰505号 不顾我严重警告 悍然出兵侵犯我赤瓜礁盘 为了增援我手礁分队 502编队立即派出第二第三批登胶人员 有我们在 就有国旗在 就有国旗在 就有礁盘在 就有礁盘在 宣誓人 杨吉亮 杨吉亮 杨茂山 江湖会 杨茂住 杨茂平 各国民 黑环的安排早日 事瓜交叉 对峙双方 剑拔奴章 面对核枪实弹 不可一世的某国士兵 我手交官兵 再次向他们发出严重警告 某国军队竟把我放得一再忍让 当着软弱可击 竟用当众撒尿 笑骂等下牛动作 侮辱我方战士 事可忍 孰不可忍 战士们组成战斗队形 迎着某国军队黑洞洞的枪口 一步步逼向前去 这时 对方士兵恶狠狠地端起枪 瞄准我夺奇的战士 在其抠动扳机的一刹那 我502舰副枪帽长杨志亮 眼疾手快 纵身扑了过去 哎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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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将会永远记住这一时刻 1988年3月14日上午8时47分 我人民海军为保卫南沙群岛 在赤瓜礁海域 面对入侵者的疯狂挑衅 进行英勇的自卫反击 这一仗 我参战的502 531-556舰官兵密切协同 勇猛战斗 取得了击沉某国舰船一艘 重伤两艘 俘虏 俘虏对方士兵九名 我方仅伤一人的重大胜利 从此 结束了共和国在南沙群岛 仅靠发表声明 来行使主权的历史